去旅行游怎知道拍拍照片 拍片 但有時你會想到一部這麼大的相機 又會有什麼鏡頭有點麻煩 那一部半專頁的後代相機 會不會幫到你手呢 Hi YouTube 我是Ryan 在我手上有Canon最新出的 兩部半專頁級數碼相機 一部就是G7X Mark III 另一部就是G5X Mark II 那兩部有什麼分別呢 兩部相機都是用了最新的一吋感應器 2,010萬像素的CMOS 兩部相機都會給了Canon最新的DGTA距離器 那因為這個處理器的關係 兩部相機都拍到4K 30K的無剪裁片 同時都拍到120架 Full HD的超高速影片 而影響方面提升了不少 因為兩部相機都會拍到 每秒30張的棉炮歌相 回家就慢慢撿了 至於價錢方面 G7X Mark III現在的公方定價是5,380 而這個G5X Mark II的公方定價 就是6,380 那為什麼價錢有分別呢 看到你們就知道 在外形方面 兩部相當像樣 不過G5X Mark II的機身 就比G7X Mark III長一點 在機頂的位置看下去 就會看到有大一點的分別 兩款機的開關鍵都在機頂 而開關鍵的右邊都會有兩個轉輪 一個就是選擇拍攝模式 另一個就是控制曝光補償 而在曝光補償方面 兩部機都支援了正負三級 而在開關鍵上面還有一個快門鍵 而快門鍵的下面就是操控變焦的環 不過G5X Mark II在快門鍵的旁邊還有一個閃光燈鍵 一按就會在機頂上彈出來 而G7X Mark III的閃光燈就放在機的左邊 所以閃光燈鍵都會在機身的左側 而G7X Mark III的機頂位置還有一個大大的收音咪 所以拍片收音的效果應該會比G5X Mark II好 看看機背 基本上兩部機的機背鍵的排位是一樣的 而中間這個圓形是轉環來的 所以夠方便 而轉環方面 兩部機在鏡頭的位置都會有另一個轉環方便操控 而兩部機都配備了3寸104萬點的多角度觸控屏 而且這個螢幕還可以反出來向前180度 試拍就夠方便了 看看兩部機的旁邊 同樣都會有一個Wi-Fi鍵 而按了這個Wi-Fi鍵之後 開啟Canon的APP 就可以用Wi-Fi來操控和遙控部機 而Wi-Fi鍵上面都會有一個USB-POP和HDMI-POP 而這次兩部機都用了Type-C的USB-POP 所以去旅行影相影都沒有電 所以立刻充電都夠方便 喂 然後就會講一下G5X Mark II和G7X Mark III究竟有什麼方便 而G5X Mark II有個大眼出色的電子彩色觀景屏 在機頂的左邊 所以在機身的左側都會有一個按鈕 一按就彈出來 彈出來之後拉出這個部分 那你就可以用到這個Wi-Fi鍵了 這個Wi-Fi鍵我覺得有兩個好處 一個就是在爆光的情況下 看不到螢幕的時候 就可以用這個Wi-Fi鍵 看看自己在拍攝什麼 還可以一邊用這個Wi-Fi鍵 一邊用手指用Touch螢幕 選擇對焦點 是不是很棒呢 至於另一個好處就是螢幕 擺在眼睛上整個偽專業 至於G7X Mark III 就有一樣東西是G5X Mark II沒有的 就是可以插外子咪的3.5mm插口 不過G7X Mark III插的咪之後 是沒有任何位置固定的 所以當你插了咪之後 就想辦法如何固定咪了 在鏡頭方面 在鏡頭方面 G5X Mark II 就用了一支等效24-120mm的鏡頭 有5倍光核變焦 光圈方面就是1.8-2.8 還有4級的防手震 而G7X Mark III 就用了一支等效24-100mm的鏡頭 都會有4.2倍的光核變焦 而光圈方面都是1.8-2.8 同樣都會有4級的防手震 而電池方面 兩部機都用了一支 就是這個NV13L 至於重量方面連電計 這個G5X Mark II 就是340g 而G7X Mark III 就是380g 總括來說 G7X Mark III 主要是適合拍攝片 拍攝畫機用家 但如果你主力是拍照的話 那G5X Mark II 那個彈出色GVF 就應該幫到你手 這次的影片都差不多了 希望這條影片 幫到你分辨兩部機之餘 希望可以幫到你選擇 你們心想的螢幕 最後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按下旁邊的小鈴鐺 下次我們有什麼新的產品介紹 又會彈出來通知你 希望這次的影片幫到你們 拜拜